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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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愁是一碗顺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念神外寂又无尽 日久它乡进故乡 留作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爸爸你可知道 我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云一生情 我儿女的心肠 我儿女的心肠 这是一场神圣而庄重的乡村悼念仪式 唐牙斯村的村民们正在用土家人独特的方式来祭奠一位刚刚离世的老人 离世的老人名叫陈兆南 祖祖贝贝 居住在唐牙斯村 他用毕生的经历 守护着宝贝贝 守护着家乡宝贵的文化遗产 他的故事在十里八乡 在宝贝贝贝 人们尊重他 因为他守信中诺 人们悼念他 因为他传承了先祖遗风 一杯子把文物看 呀他是说你的老板呀 唐牙斯村 唐牙斯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境内 村民有近一千人 著名的唐牙吐司城遗址就坐落在这里 距今已有六百六十多年的历史 明朝时 陈兆南的先祖被吐司召为女婿 从宝贞迁来 从此世代生活在唐牙斯村 祖祖贝贝都是唐牙吐司城的守卫者 那是大生女婿啊 看过那个是什么呀 他被别人都不会呀 能够守护在这块先祖生活过的地方 对于陈兆南来说 内心充满了欣慰 他不仅用自己的双手维护着遗址的清洁 还承担起了遗址将解园的工作 当时文管所也很需要一位在当地有声望的人 对这个古迹移植进行康复 我们就找到了他 把我们的想法与他进行了沟通 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那是哪一年的事 87年 对于世代都生活在吐司城里的陈兆南来说 能够名正言顺地守护先祖留下来的文物 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 从那时起 他和当地文管部门签下了一份合同 而这份约定成为了他一生坚守的承诺 收入不大 每年都是 开心起来 后来的每年200 他不是为了那个钱 他就说 我们就找到他签了活动 他就只要把那个收下去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尽管收入微薄 但是陈兆南却无怨无悔地坚持了下来 即使面临生活上的困境 也从没有动摇老人的坚守 陈兆南的小孙儿 至今仍记得爷爷当年告诉过他的话 爷爷当时跟我说过 村子里面好多人出去打工 当时叫爷爷一起 在外面呢 一个月一年的收入有几千块 这个钱呢 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呢他捨不得家乡 要留下来保护家乡的文物 陈兆南心甘情愿地守护在家乡 这片先祖留下的遗址上 他不仅见证了唐亚土司城遗址 从县级到省级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发展 更亲历了唐亚土司城审保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个过程 世代守护的家围 世代守护的家围能有这么巨大的文化价值 为世人所知晓 这其中的意义 这其中的意义 对他来说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 2014年4月26日的早上 陈兆南看守完两处文物回到家后 突发脑溢血 我们赶紧地将它送往医院 可是爷爷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他跟我说的一些话 他说唐牙一定会生育成功 到时候你就留在家里不要出门打工了 像爷爷一样 把唐牙的文化传递给每一位来参观的客人 让他们喜欢我们的唐牙 他就是对我们承诺 甚至是对他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唐牙撑的这样一个承诺 对我们祖宗留下来的遗产的一种承诺 所以他只要有遗口气 他要把这个城 把这个遗址把它收下来 黄伯泉 一位从唐牙河畔走出来的学者 多年从事家乡民风民俗的研究 他和村子里的许多人都是好朋友 君子遗言 四马南追在我们土家族人身上 就是处处都可以表演出来 他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品队 民族的一种品系 2007年 在陈兆南的二儿子意外离世两年后 他的儿媳曾桂林惊人介绍 与乡里的一位退休中学老师秦春友 组成了新的家庭 结婚后的曾桂林并没有搬到秦家 而是带着秦春友回到了陈家 没有续缘关系的几代人 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我跟他的关系也很好 他也帮我当住他自己家里的 也就是说像他的儿子一样 我也帮他当老人那样尊重 他有没有未了的经验呢 有啊 有接班人没有 他经常有很多人就问他这些 他说有 他说我了 他就知我了 他说他以后就可以进行班 陈兆南把这个新女婿 当成自己的亲人 他相信这个接班人一定会像他一样 信守承诺用心来守护唐亚吐司城 什么是承诺 他说弱就是是 承就是承担 当你说那个是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按你的言行 承担你的责任 我们土家的陈兆南老先生 不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而且用他鼻声的经历 守住了家乡的文化遗产 我们每次去的时候 深深地感觉到 他的言行还感到他身边的人 正是这种淳朴的 新手承诺的民风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受到 这个古老的承诺 他那种相仇记忆 和世代的情怀 唐亚吐司城 规模宏大 气势灰红 拥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 因山形水势 固若金汤 素有京南雄正的美意 说起他 当地从古至今 一直流传的一个 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故事 1621年 四川永宁和贵州水溪两地土司 接连叛乱 这场被称为奢安之乱的战乱 波及面广 持续时间长 震撼了当时的西南各省 使明代朝廷处于父辈受敌的境地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 明王朝大量地征用了西南地区土司的军队 当时的唐亚吐司秦鼎也是参与者之一 当时的唐亚吐司秦鼎向明王朝承诺 不仅要维护自己辖区的安定不参与叛乱 而且奉旨出征参与平叛战争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秦氏族谱里记载 因为秦顶一诺千金战功卓著 明熙宗朱游孝连搬四道皇令 并述书京南雄镇除暑平汉 八个大字一事嘉奖 京南雄镇牌坊正是唐亚吐司随调出征的一个明显标志 随调出征实际也就是 吐司对中央王朝的一个最大的承诺 这种承诺实际上也体现了 吐司对国家的认同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座出立在唐亚司村中央的京南雄镇牌坊 既是一代吐司战功显赫的标志 也是一代吐司对中央王朝最大的承诺 秦顶是唐亚司村人的骄傲 而秦顶的夫人田氏同样也是村民们 津津乐道的一个传奇人物 据说田氏曾在秦顶出征时 在唐亚河畔对夫君许下诺言 你安心在外征战 我负责为你守家 田氏说到做到 不仅守住了城池 唐亚吐司城在他的打理下 发展繁荣 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唐亚河畔矗立着的一对十人十马 不仅见证了这段传奇的历史 也成为了田氏夫人 与秦顶众诺守信的爱情见证 这两匹神尸 分别是用一大块整饰做成的 根据当时的测算 它原始的整饰的重量 超过一百吨 无论是它整个马身和人的造型 还是它马上的配饰 包括人的装饰 都做得很栩栩如生 我们认为它是明代时刻的佳作和典范 十人十马 见证了一代土司秦顶 为维护安定立下的显赫战功 也成为了唐牙土司城 鼎盛时期的艺术佳作 在那个年代 夫为国效忠 妻为夫守家 夫妻二人的重诺守信 感参照后世 这种小家大爱的情怀 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这个古村落 明刻在唐牙河畔 三十七万土苗儿女的内心 秦国庸 一九零一年 经选拔公派出国 和当时众多出国的留学生一样 秦国庸誓言要学成归来 报效祖国 回国后 他出任陆军部参事 当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 在一九一三年成立时 秦国庸出任了第一届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成立韦满洲傀儡政权 曾派人多次劝说秦国庸出任 韦满航空要职 都遭到拒绝 他说身为炎黄子孙 绝不做此卖国勾当 秦国庸的这份报效国家的热情和誓言 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秦家柱 在父亲的感召下 毕业于南京航空学校 并留校任教的秦家柱 毅然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 卢沟桥事变后 震惊中外的护松会战中 秦家柱任空军四大队二十三中队分队长 他奉命带领两架辽机营敌 击落敌机六架 成为对日空战的传奇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 航空四大队再次奉命轰炸日本海军舰队 在这次战役中 秦家柱壮烈牺牲 当年只有二十六岁 父子两代人坚守着报效祖国的誓言 这份抵御外敌维护国家安定的大爱情怀 让一落千金的美德 至今仍回荡在这片遗址的上空 久久不息 秦鼎和那个田子 他们用承诺 用他们夫妻的合力 来保护着家园 然后保护着文化 另外还有一对就是父子 他们保护我们的国家 保护我们的文化 也是非常感人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大爱的情怀 他们实现着自己的一落千金的美德 所以使这个古老的村庄变得更加美丽 更加富有文化传承的意境 唐牙的先祖们 众诺手信的言行 不仅在土家儿女的心中世代流传 还镌刻在唐牙土司城遗址的石刻上 一直矗立在静静流淌的唐牙河畔 历经百年岁月千石 唐牙土司城的城址 开始出现松动和残损现象 1979年 当地政府提出修缮和加固唐牙土司城遗址的决定 谢先华被推为首选工匠 怀着一份强烈的责任心 谢先华对土司城里遗留下来的每一处时刻都了如指掌 谢先华十岁丧母 家境贫寒 高中毕业后就拜唐牙斯村里的石匠为师 学习手艺 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才十岁就过世了 要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父亲又在外面是生产队的割副业 有一次我觉得72年73年74年3年没有回家 没有法就跟着爷爷奶奶挖点野菜啊 这些来冲击啊 今后长大了我就要挣钱 就是说要学一门手艺 怀着学一门手艺改变生活的简单想法 谢先华开始了石匠学徒的生活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做石匠是一个极其吃苦的行当 你看这个脑茧 它是卡不通的 就是说已经成脑茧了 就受伤 这都是 这些都是用手工作 做这个锤子 要不要抓伤的 手受了多少伤之 那不知道 那为什么要坚持呢 我们厨师的时候要在农村的那个中堂 就是现在的大厅嘛 摆一个方桌 还要供上供果 还有茶香 烧纸拜祖师爷 我的师父就生一满碗饭 再加一些柔袋里面 他就吃两口过后 他就叫我把这个碗饭 叫我全部吃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他就是说 他把他的手艺 全部传承了给我 要我继续做下去 那我就跪着 就把这个碗饭结了 就吃完了 我说师父我绝对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并且还要做好 细先华 无法忘记 当年跪着 对师父许下的诺言 从那时起 他苦练手艺 从打猪槽到打墓碑 逐渐学做石桌 石蚁 石狮子 由于潜心好学 他的手艺越来越精湛 吃得碎寒苦 手得香起来 三十多年的学习和坚守 让谢先华的手艺远近闻名 不仅生活逐渐富裕了起来 而且他也实现了对师父的承诺 成为了湖北省石雕工艺的传承人 以前叫做民间艺人 现在我们叫做传承人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 他对这种民间文化 包括民间工艺 他是有一种的这个 刻骨铭心的一种追求 是非常自作的 他们在结果师父衣钵的时候 他们给师父表个态 要把他的所谓 一代一代的把他传下去 千百年来 唐牙四村的村民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着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规定 唐牙土司城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地 城内的所有古迹和遗址 都必须维持原貌 不能因重建和翻新而有所破坏 为了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维护古城原貌 村民们决定 不再修缮和重建自己的家 这个保护这个 他们是文化遗址 那是哪一年的事啊 九二年 九二年 我们来带 你家媳妇就最问题吧 别怪哪个姑娘 看到这个方式像这个样子 哪个手法你说 冰子冰油嘛 说话算话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都不 钉子转角 说话算话 是当地村民平时最常说的一句俗话 钉子转角 是当地木匠用长钉子来连接两根木料石 要让钉子的尖头冒出来 再将尖头敲弯 这样不易松动 人们用这个词 来称赞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秦国安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守自家的祖墓 作为唐牙土寺的第二十三代弟孙 秦国安从幼年起就时常跟随爷爷和父亲 来祖墓清扫祭拜 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来吗 留学的时候我爷爷带我来的 已经四十几年了 我们四十代代都要守这种墓 位于唐牙私村东北较高坡上的第二代吐司 秦植时用的墓地 是唐牙吐司城里最为宏大精美的墓葬 唐牙族地区有一种习俗 就是把祖先埋在自己唐牧的后面 唐牧的神龛就是祖先的墓碑 实际上这是土家族人乐死乐僧的一种精神追求 1735年唐牙吐司主动奏请改土归流 当时家族中的成员大多前往千里之外的汉阳 只留下了一房人守护祖墓 就是秦国安祖上的这一支 为了配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 村民们都要搬出遗址去住进新房 可是秦国安的心里却装满了新事 他有点割舍不下世代居住的地方 也无法放弃自己守护了四十多年的祖墓 希望还能够留下来看守他们的祖墓 我后来把这个事情给我们的领导做了汇报 同意了他这个要求 有了这份承诺秦国安的心里踏实了 搬家前他又带着儿子来到了祖墓 对于秦国安来说 先祖长眠的地方还得让后世子孙们守下去 我们连接大的金山地区来看一看 来进行结拜这些 不怕你们放心上 我以后会天天来看的 会跟着你们的脚步一直做手要去的这个东西 2015年7月4日 德国波恩传来好消息 在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湖北唐牙土司城遗址 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上世纪90年代到这一刻 唐牙四村人不断不休的承诺 终于有了回应与结果 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欢腾 从祖祖辈辈居住的吊脚楼 搬进钢筋水泥的楼房 从种地为生到朝九晚五的工作 村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这里交通方便 买东西也方便 整个环境也好 是不是 房子也比较有宽的 你看这里景色也好 是不是 是 这就是唐牙河吗 是啊 陈兆南的孙悦 陈飞 终于继承了爷爷的遗愿 成为唐牙土司城的一名讲解员 解先华继续受聘 用他扎实的手艺 维护着唐牙土司城的每一处文物 秦国安成为了唐牙土司城的一名保安 可以安心地继续守护他家的祖墓 今天无论走到哪里 唐牙四村的村民们 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儿女 他们将祖先一诺千金的美德 世代相传 守护着心中永远的家园 永远的那个地方 是新挂念的故乡 家乡窗间梅花 是否会依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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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我离开的故乡 家乡门前呼呼 是我离开的故乡 是否会依然继放 是否依然在盼望 情爱的 情爱的家乡 你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